第一輪,最後一個就是梁國雄議員 我當面跟陳茂波交過方法,我抗議他 他鬥圈,他就說,我怎知道浸會做中醫院或中醫教學 是否一定得到大學的委員會支持 我不知道,他是做不到,做不到劉特地給他做什麼 他是這樣說的,這就是局長的狡辯 那個問題是甚麼呢?就是原本有個地是教育的用地 現在你有個新的洩機,就說不如你拿出來平一平 是否教育用地,這個次其一也 那你現在的確是准許他改變,是嗎? 是嗎?至於這個,譚寶瑤先生說到哪裏 你配合這個政府的政策說去前海做,我沒有反對 那便足夠了,人家在說,如果作為一間大學 他要做一個中醫學院,那地本是教育用地 你會不會覺得給他做呢? 那你就說不是,我們不看這些因素 不如你去前海好些,這個浪費時間 他有870公頃的用地,都不關我這個問題本源的事,是嗎? 這個問題就是,你梁振興政府經常說這個 找中求變適度有為,你不是適度有為,大哥 是不是呀?你找中求變,本來他是沒有中醫院的 那有人說要做,那學校旁邊有個教育用地 叫你給他做,你就跟別人打官腔,如果根據官僚程序,真的不能搞的 因為他是一個三國債的問題來的,到底 大學那個委員會會不會讓他做?不知道 那跟著因為不知道,那幅用地就不知道 可以用來做甚麼,未定 那所以你就說,我不給浸會,或者不給浸會已經夠了 根據現在的規劃,那別人說明是擴充的嘛 根據現在的規劃,你當然不給了,別人說明是擴充的 如果擴充的時候,你就不夠了 你那個大陸三國債,由哪裏開始都不知道 那這個教育局局局長就說,我按照行事都計過 那就要給別人了,浪費時間了 局長又不來,司長又不來 其實這件事就是司長去品報皇上,宰相品報皇上 整不整,那林鄭月娥,那怎樣的呢? 你有沒有品報給林鄭月娥聽呢?這件事很棘手,三國局 陳新知說辭職,那你這是危機來的,沒有的 那那個司長做甚麼呢?這樣到底? 那個司長有空跟我們罵吵架嗎? 那個司長是要他處理這個問題的嘛 是不是呀? 那你現在,三國局都說自己不關自己事,又關自己事 一說阻礙別人的時候就關自己事 一說那件事要做得出來的,就不關我事 喂,這是甚麼官制呢? 我現在想請問各位長官,其實這些不是長官來的 是次官來的 那到底你們這些局有沒有問過林鄭月娥的? 林鄭月娥有沒有品報皇上梁振英的? 梁振英未登基之前,他講到天下無敵的 是不是呀?這個辦法總比問題多的 現在有沒有辦法先? 現在我問你們,你們有沒有上報給司長,司長有沒有給個指示? 司長有沒有告訴你問個特首? 特首有沒有特事特辦? 有沒有適度有違? 不要煩我們,有沒有? 主席,整件事我們其實每一個部門都根據自己的既定程序去做 那我問你很簡單,有沒有上報司長? 司長和... 因為你們自己的局局一定是決定不到,還是司長的? 好了,夠時間了,這個問題沒有答案的了,不要回答了 第二輪呢,尊重主席 第二輪呢,還有四位